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们的心灵同在 攻读圣马古福音 那时候耶稣又坐船回到对岸 他还在海边的时候 有一大群人聚集在他周围 当时来了一个会堂长 名叫雅伊洛 他一看见耶稣 就贵妇在他抬脚前 恳切地求他说 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请你来给她付手 治好她 叫她活下去 耶稣就和她一起去了 有一大群人跟随着她 拥挤着她 当时有一个妇人 患血漏症已有十二年 看过许多医生 受尽许多委屈 受尽许多痛苦 花尽了她所有的一切 不但没有见效 病是反而更加重了 他听见有关耶稣的传说 便从后面挤进人群中 摸了耶稣的衣服 因为他心里想 我只要摸到他的衣服 我的病就会好了 果然他的血缘立刻干了 并且觉得身上的疾病 已经好了 同时 耶稣觉得有一种能力 从他身上出去 就转过身来对群众说 谁摸了我的衣服 他的门徒对他说 你看群众在你周围挤来挤去 你还问谁摸了我 但耶稣还是向四周观看 要知道是谁做了这事 那个妇女 知道在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事 就战战兢兢兢的前来 跪在耶稣跟前 把事情完全告诉了他 耶稣对他说 女儿 你的信德救了你 平安去吧 你的病已经好了 他还在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会堂长家里来说 你的女儿已经死了 何必再劳动老师呢 耶稣听见所说的话 就对会堂长说 不要怕 只要信 于是他没有让任何人跟他去 只带了伯多禄 雅各伯和雅各伯的弟弟若望 他们到了会堂长的家 耶稣看见一片混乱 有的哭泣 有的哀嚎 他便走进去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大哭大嚷呢 这女孩子并没有死 只是睡着了 他们都讥笑他 他就把他们赶出去 只带着女孩子的父母 和跟随他的人 进了女孩子的卧室 他拉着女孩子的手 对他说 他利他 古墓 意思是说 女孩子 我命你起来 那女孩子就立刻起来行走 那时 他已经十二岁了 他们都惊讶的木灯口呆 耶稣慎重祝福他们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这事 又吩咐给女孩子东西吃 这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上个礼拜 我们还记得福音讲的是什么 福音讲的是 耶稣平息风浪 在耶稣 祂是万能的天主 超越这一切大自然的现状 所以祂是创造宇宙的主宰 连风跟雨都听祂的命令 那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 耶稣祂战胜了死亡 祂比死亡更还有权柄 于是连死亡都不能战胜他 还有他是疾病这一切患病者的主宰 于是任何的疾病经过耶稣 都成了美好的了 连患血肉病的妇女受了这么多痛苦 在摸到耶稣的衣服之后 马上干枯了 所以不但是风雨 听从耶稣的命令 即使是死亡还有疾病 也听从耶稣的命令 一切的一切都在祂的掌控之下 祂是我们的主宰 我们可以信靠祂 但是问题来了 我们的信德到底够不够坚强 那今天呢 这福音里头在马尔谷福音 我们看到了两个故事 我们的故事呢 你们有没有吃过三文字 有没有 喜欢吃早餐 什么是sandwich 有没有吃过三文字 那就是两片面包中间加心的 加什么呢 可以是土司 可以是tuna 可以是鱼 可以是砂丁 可以是salat 或者是鸡蛋 salat mayonese 所以呢 我们吃三文字的时候呢 那个中心很重要 这个写作的手法呢 在马尔谷福音特别出现 一而再的出现了三文字写法 就是故事中 一个故事中 再加着一个故事 我们看到了第一个故事 讲的就是这个 这个小孩的 小女孩的父亲 会长 然后是这个会堂长 叫亚依洛 他呢 祈求耶稣 把他的女儿给治好 因为女儿就快死了 那中心加着的呢 就是那一位 患那个血漏症 十二年的这个妇女了 这两个故事中 到底有什么 相似的地方没有 有的 我们看一看 第一点呢 这两个故事 那个都是女主角 都是女生 很重要 那第二呢 很重要的一点 他们相似在哪里 我们说 第一个女人 她患了血漏症 她无法给予生育 所以在耶稣的那个年代 一个女人如果没有怀孕 那她一生还没有完整 还没有给予生命 那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那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特别是在耶稣的那个时代 还有呢 那个小女生 这里说她已经十二岁 刚好踏入成年人的一个年龄 十二岁是一个小女生 踏入了做女人的一个年龄 那她还来不及成长 她就走了 她就去世了 这也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遗憾 她还没有生育 没有结婚 没有生孩子 没有延续她的生命 给予生命 这就是他们两个故事中 相似的地方 当他们遇到耶稣之后呢 耶稣是生命的根源 于是呢 一切都给逆转了 那个疾病 血漏症的这一位妇女呢 马上就就好了 她还可以再去生育 延续给予生命 那这个小女生呢 也一样 她成长了 她给了 耶稣给了她第二个生命 她能够有机会成长 成为成年人 能够结婚 能够给予生育 传宗借贷 耶稣 他逆转了这两位女生的生命 耶稣 他来 他就是生命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很多时候 我们说我们没有死亡 我们还好好的活着 但是呢 很多人 我们活着呢 就好像是行私走肉 一点生命都没有 我们每一天起来 有好多人 都有一些 在心理上 生理上 心理上的一些层面 不快乐 找不到生命的意义 觉得活着没有意义 活得不快乐 不开心 但是呢 遇到耶稣之后呢 这样子的生活就被逆转了 没有意义的生活呢 耶稣给予生命 在遇到耶稣之后呢 一切就变成美好了 因为是耶稣给予生命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有许多圣人 就是这样子的 重生了 我们昨天 教会庆祝圣保祿 跟圣伯夺祿的大赞礼 这两位主宝圣人 他们的生命 我们看一看 圣保祿 他之前是专门 迫害基督徒的一个人 他觉得他是在为天主而工作 迫害基督徒 但是遇到了耶稣之后 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呢 遇上了主耶稣 跟耶稣结合之后呢 他的生命完全就改变了 他成了一个专门 他成了一个专门向外邦人传播福音的中途 这个大圣人 我们在做的我们不是犹太人 我们都属于外邦人 但是就因为这一位圣人的 他遇到了耶稣之后 他的生命的转变呢 也因此改变了我们 福音因此往外邦人而传播福音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 我们都是拜圣保祿的福 因为他的福传 因为他领受了这一圣神 所以很多时候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需要圣神的带领 圣神的潜移默化 逆转我们原本冷淡的心灵 所以很多刚才有讲到的一些 就是我们看到许多的冷淡教友 很多我们从小摇篮教友 我们跟着父母亲来教堂的 从小因为这个信仰得来荣誉 于是我们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那很多时候呢 当我们领完见证圣事之后 出来社会工作之后呢 这颗心就离天主越来越远 很多时候都选择 礼拜天不来教会 跟天主已经没有任何的关联 没有任何的联系了 但是呢 当这样子的生命再次遇上耶稣 再次领受圣神之后 那个火热 你会看到有好多好多的教友 就是因为这样子 再重新回到教会 因为生命跟我们的基督 再次碰撞 再次燃烧起来了 得到了这个救恩 这里讲一个见证故事 一位一个是在 在柔佛 柔佛州的那个居卵 那时候好多年前 余神父 他开始神恩复兴 圣神同岛会的这个带领 这一位弟兄呢 是黑社会的老大 做大哥大的 呼喷语 在他的领域当中 但是呢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他接受了天主 圣神在他生命中 燃起那股热火 他成了一个教友 成了圣神同岛会的领导人 那个元老 然后呢 带了好多好多的人呢 再次回到教会里头 爱天主 还有爱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教会 所以呢 我们的生命需要耶稣基督 没有了耶稣基督的这个 圣神的这个碰撞 即使是活着 也有如行尸走肉 我们找不到生命的意义 也不觉得有任何的快乐 只是活着就这样子的一天过一天 但是我们需要跟耶稣 有连结 就像这两位女生一样 今天的福音 告诉我们耶稣 祂赐予生命 祂是生命的主宰 让我们在生活中 重新燃起 对这样子基督的这个爱火 待会儿我们的弟兄将会介绍 木道班基要开课了 我们做天主教徒的 我们有没有把其他的弟兄 冷淡的教友或者是外教友呢 把他带来教会里头 灵洗 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 耶稣他赐给我们生命 只有在耶稣跟耶稣连结 那生命才有他的意义